我现在是在外地出差 根本就没有带手机支架 所以说我现在是在用手 给大家录这期视频 我已经等不及了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我怕大家受骗 大家好我是杨中科 有一个粉丝给我留言说 有一个公司招他去做大数据程序员 但是由于他之前不是学计算机的而且也没有学过大数据开发 所以说先去要进他们公司培训几个月 培训完了之后月薪四千五千 他问了那个公司说 我没有这个大数据开发这方面的经验 你为什么要招我呢 那个公司说因为大数据是新兴行业 现在还没有毕业生 所以说他们公司急需要人 所以把他招进去 我说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你从来没有学过大数据开发 人家就把你招进去了 而且还答应你给你工资 还给你免费培训 天下哪有那样的好事啊 这样的事情都属于骗局 作为一个公司来讲 招人进来是要干活的 如果招进一个人来啥都不会干 我还要去培训你 培训到中途你还可能走了 我公司傻嘛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所以说这种事情通常都有两个骗局 第一种骗局是 每期明月把你招过去培训 给你签所谓的劳动合同 很多大学生根本就不懂 拿过来这个合同就签了 其实他签的是培训合同 最后你变成了要给他交学费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可能还好一点是所谓的外包的性 性质就是说把你招进去了 然后他培训你几个月 培训完了之后再把你这个 外包给别的公司 比如说那个被外包的公司给你啊 我只是举例子 每个月你那公司 真正的为你付出的是 100万 然后但是这公司呢扣下来一半 只给你50万 这个你一个月打一个月打还不算啥事 但最怕的事情是什么 公司也知道 招进来这所谓的这100个人 不可能都留下 可能中间有50个人学着学着感觉这个难 就退出了 或者说 真正留下来有50个人真的去 学好了 然后能够 被外包出去工作了 但是 可能有的人 工作个 一两个月就走了 因为感觉自己受到剥削了吗 因为这些公司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差价 他不就亏损吗 所以他可能会签一个合同 这合同说的就是说 如果在培训期间你 中途走了 你要赔学费 或者说你学完了 但是 没有满足 比如说干满两年三年 而是中途 这个 干了几个月就走了 你同样要赔偿一笔巨额的 所谓的培训费 其实还是学费 所以说公司稳赚不赔 如果是前者 就说最终 你一旦开始培训 签的其实是学习培训合同 那你就被坑死了 那即使是后者 你愿打愿挨 那你想想 你中途退出了 你仍然要交他学费 或者说你学完了 中间感觉被剥削了 你愿不愿意 赔偿他巨额的培训费 你自己来决定 据我所知 像后者这种 给你卖个差价 这种好事 现在都不多 更多是前者这种 所谓的 以招聘的名义 把你招进去了 其实最终签的是 培训合同 你要给他一笔 培训费 这是更可能的情况 其实这种情况 在 四五年前 甚至五六年前 在这种一线大城市 都已经 臭遍了街了 以招聘的名义 把你招聘进来了 其实最终是一个 招生培训的一个工作 所谓叫做招聘转招生 这就是个骗局 在一线城市 已经活不下去了 我没想到几年之后 在二三线城市 又死灰复燃 大家千万不要上这个当 你就想想 天下哪有那样的好事 你啥都不懂 人家愿意把你招进去了 天上不会掉馅饼 通常都是陷阱 千万要注意防骗